各位开启逻辑函数这个范例 在第二个单元 所以这个第二个单元这边 然后逻辑函数打开 请各位切到乙符的地方 乙符里面当然有所谓的交期或有end 有连期所谓的all 其实如果你大概知道这些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足够了 千万不要把逻辑想到太复杂了 说真的 大概怎么去解 我们来看以这个例子来看 假设以依然为当成判断的条件 那他评定如果是为true就合格 反之为不合格就60分 所以逻辑怎么下 当然第一个 我先插入函数找到什么乙符 逻辑里面 乙符里面的话 他会有三个格子 第一个就是logic test 意思是跟刚刚那个乙符 后面那个东西一样 乙符什么乙符 这个一二的储存格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当然里面就输入什么 输入合格 反之的话呢 那就输出什么 输出不合格 OK 那他这个if蛮贴心的 你前后没有加双以后 一开他会自帮你加 所以有时候我都懒得加 因为他帮我加嘛 当然有些函数他不会加 那你又一定要自己加 所以这个逻辑 所以如果是VPA写的话 就是if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自己把条件加上去 空一个加一个rem 然后为true 就是这个 为false就是else else里面就放就是不合格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帮你向下填满 这个底下有个rem 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这个多余的 再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好 但是呢 当然呢 逻辑这太简单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多重 所以你在旁边再增加一栏 所谓的多重是什么 就是我希望呢 平均乘积 假如是80到100分就A 70到80分以下 70到79分就是B 再来是C 60到69分是C 不及格就D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除了多重 那在什么呢 easell里面呢 如何解决这个多重的问题 插入函数 一样用什么 用if 可是问题来了 if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里面只有一个格子 但是要处理什么 处理总共会有四种的逻辑去处 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就多重逻辑 那其实在easell里面怎么做 后面我会教各位 如果在VBA怎么做 VBA里面呢 当然我们是if跟else 可是问题我还有很多啊 有没有 有剩下就elf啦 要怎么写 如果在easell函数的话 第一个 其实一般习惯是这样 我们先处理 从上到下的逻辑 所以是先处理80到100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平均成绩 假如说大于等于80的话 那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a 剩下l false的话就是bcd 可是问题 这边只有一个格子 怎么放 放三个东西啊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里面的部分就是要 再加潮状的if 那如何在里面加潮状一符 一般习惯是游标放false 再到插入那个函数的前方有个下拉式选单 请你在这边再加一符 意思是说再把这里面加一个一符 那你会发现哦 它会自动怎么样 在这个if里面 再加一个一符 ok 那用这个方法的好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 因为有些东西习惯自己打 可是自己打的缺点是说 前后瓜谷 常常会少一个或多一个 或什么样漏掉 那如果用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 比较不会错啦 我做这个看看 那再来就b的部分 这个成绩如果大于等于70的话 大于等于70 ok 那这样的话是b 剩下就是c跟d c跟d在游标放这边 再点这边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平均成绩 大于等于60 那就是c 剩下来的话 那就是d了 ok 那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你这样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基本上没有一直串公式 但是它因为它这个功能 它可以帮我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上面这个 很长一串的公式帮你串出来 而且好处是比较不会错啦 不过有时候看客人 像有些东西如果你已经打成 打那上面的公式打习惯了 从头到尾打不会有问题 那ok 你可以打上面这一串 那不是的话 我建议是你用我刚刚那个方法 在false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再按这边下拉if 它就会自动帮我再插入if ok好 这个叫潮状的if 不过底下有个说明 if函数最多可使用几层呢 七层 也就是用一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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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最多是用到七个一幅 可是说真的 好像还没用过到七层 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试试看 有那么多复杂东西可以判断吗 ok好 来按个确定 这时候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看一下结果 对没错 六开头的 这个低就不及格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所以这个是用Excel的函数 Excel的函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用VBA 那VBA又是什么了 刚刚这个合格不合格 请你把它改写成VBA的话 该如何写 那这个的话呢 把它改写成VBA 又该如何写 ok 那就是待会的重点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重点 一般习惯 合格不合格 最好颜色变动一下 ok 那当然 我们如果一般 就会在用设定格式的条件 可是VBA里面 还有一个附加的功能 Sub部分 不是Function 它可以输出同时 除了说 帮你输出正确的资料之外 还可以帮你去变更它的格式 包含什么 包含像什么 最简单啦 字的颜色嘛 然后呢 那个出正确的底色嘛 框线嘛 还有出几次嘛 这种类的啦 什么都可以啦 反正你上面看得到的都可以 只是说呢 待会我会举例子 就是说什么 VBA里面最常用到的格式有哪一些 以后你就套用就好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 这个 OK 画面先 还给各位 那待会我们把刚刚这个Esser里面的 逻辑 怎么样把它变VBA 那这个部分很重要 一个环节 就是在那个VBA里面 怎么样做那个就是 逻辑的判断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将来 大部分城市里面 应该都会下一些逻辑判断 那我们怎么处理 像刚刚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多重逻辑 如果你都会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就越来越简单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呢